兩輛小客車怎麼也沒想到停等紅燈時遭到後方藍色小貨車直直撞上 其中一輛小客車被撞離車道一路往畫面左方偏移 這期車禍發生在9號凌晨2點多 79歲梁姓男子行進高雄大寮鳳林四路與自由路口 不明原因直接撞上停等紅燈的車輛 駕駛當下身體不適,送醫後無大礙,但事情還沒結束 梁姓男子當天清晨6點從醫院離開 回家路上行進萬丹路與永方路口 相同的劇本再次重演 毫無減速的撞上前方等紅燈的黑色小客車 小貨車因為撞擊力道太大一路往左偏 直到撞上路旁的民宅後,車子開始倒退路 波及一旁停放的摩托車後就消失在畫面中 明明男子沒有任何傷病,也沒有疲勞駕駛 卻在4小時內連續撞了4車 農曆7月連續無端撞車,雖然會聯想到鬼月 但是車禍發生時是下雨天,天色又暗 開車多加注意才是上車